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家长 我们赚公读金 就是为了缴学费 有七成的学费来支撑这所大学 今天只要所有学生不缴学费 这间学校就垮了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 今天世新他与所有的私校 以为调长学费可以解决他的缺口 很抱歉我们看到董事会 他是怎么样 图力 我们透过他透过路深住宿 强迫路深住宿 然后住高昂的住宿费 转进他们自家的门 转进他们自家人的口袋 但是他却说这是纯属巧合 大家会相信吗 我们认为说校方应该在这个程序上面 接受学生多数的意见 不要调长学杂费 不要把这个程序送到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开心整个会 反对校方在没有经过校内民主公开程序的 结果里面没有在师生共同决议的过程当中 尽致地把这个调长学杂费方案在未来5月30号以前送进教育部的这个决定 决策的机制不在学校 我们学校把我们目前的难题 比如说未来如果永续发展 我们可能会碰到的难题 我们站在学校的立场我们把它提出来 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接受了学生所有的意见表达 如果比如说你要涨我的电费 我不满意 我不愿意 但是最终要不要调长电费 并不是在消费者 也不是在台电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过程 我们是学生 学生也可以表达意见 我想今天是一个蛮不错的场合 也让是一个公开的程序 那这个程序当中也让例如说反对调长学杂费的学生 可以有这样一个管道表达他们的心声 所以你把学生当成是消费者 然后把学校当成是台电 这样是不是 学生是不是消费者 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 我想学生是不是消费者 如果说对于我们硕专班的学生来讲 再次进修的 他可能是消费者 但对一般大学生 实际上我们的客户 如果是客户的话 应该是学生的家长 你用的是公共资源 也有教育部的补助 学生来指令你这所大学 还是世新大学的企业呢 我们要再次强调的是 今天调长学费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仰赖外籍生有高昂的学费 仰赖学生有支付这么高昂的学费 来支撑你这间大学 但是很抱歉 调长学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问题在于国家他希望可以撤手 他希望他可以减少他的支出 他希望由学生由家长来负担所有的教育经费 但这是我们认为非常非常不合理的 做一个永续校园 大部分的学生 包含我们世新大概也今年蔓延60年 那未来我们希望所有的过去的毕业校友 以及未来要进世新大学的所有的学生 都希望这个学校是永续的 没有一个学生会希望说 我毕业10年20年之后 这个学校已经不存在了 我想在全世界很多很有名的学校 即便是你现在有未来百年 200年应该都会持续生存下去 那持续生存通常都不会因为说 例如说如果你碰到财务困境的话 持续生存基本上就是一个挑战 那我们想说在目前财务还蛮健全的状态之下 各种各种可能的管道 我们都会一并考虑 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两年实际上 在财务结构调整的还不错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思考要挑战学财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取之于学生 用之于学生 所以我们会投入在与学生有直接相关的教学设施 有这五个方向 充实教学软硬体设备 改善师资节奏 强化弱势学生数学机制 增加教学大楼的整修工程 还有新建教学大楼 按这个说明会的方式 可能不是大家非常满意 因为第一个就是你们公布的时间很短 再来你们公布的方式不够积极 我们没有受到很详细的通知 你们就是在外面放一个海报 或是网路上张贴 就觉得我们已经公布了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今天进来这个议会的时候 可能学校很多东西要报告 那参加与会的人员 可能没有详细的资料或资讯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那 就是各位同仁在 就是你们要告诉学生的 一些PPT上面的东西 你们会不会给我们更详细的资料 那你们要在哪里公布 然后还有就是发现就是 其实上个星期四才有发布 就是申诉管道的 这一个这个顾客的表单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 申诉嘛 或者是各位有一些意见的部分 我想绝对不是 我们在这个场合里面就可以完成了 应该是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管道 包括你可以直接到各个主管的办公室 但事实上我们是有名牌的 这样东西待会儿可以报告一下 他就说我们事实上是 是那个名牌 随时可以上去 可以上 那我们会有专制来跟人来回复 在我脑中就是 两千多案就是原校 你们刚刚讲的 好多个专案都需要申请 那其实我今天来目的 也就只有一个 就是想听他说 我们到底专款会用在哪里 多长的钱会用在哪里 但是我今天真的都没有任何提到 那大楼啊 要介绍机会真的很高 那刚好这两三年 这一年 至少过去这一年 我们还有一些钱 后来学校长就规划 既然有这些钱 那我们就应该好好去 用续经营的角度 可是事实上 如果以现在大三大四的学长 且考虑的话 他们可能是用不到这一笔大楼的 使用的权利的 那这样调长 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这样子他们事实上没有使用到这个东西 好像有点不太符合使用者付费的原则 然后第二点部分是关于 中低收入户的补助 就是刚刚到学校长说 中低收入户 我们给他们一个美意 就是让他们有梦想去实践 有机会去实践他们的梦想 可是事实上这笔钱 是从我们全体的学生里面 拿出经费去补助中低收入户了 那像有一些学代的同学 他们可能比中低收入户更需要一些钱 去做他们的未来的学习规划 这个学费之后 同学们可以透明的 学生会 我们之后同学们都可以去监督 这个有没有取自于大学 用自于大学 你也不要担心说 可能会用到后面的 这个几年之后同学 你现在都没办法享受 一次付出的 关于103学年度 光施新大学董事会的支出的 专任董事薪资 跟出席交通费就高大了无法多万 那我想请教一下 而且其中有一位董事 他的交通费 第一点就是50万 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位董事 他是坐飞机来的吗 设计大学就有飞机场 可以让他提 你确实我们有几位董事 是 属于国外的董事 那时候只会 在他的 交通费 我们只会在他的 机票费而已 我们一年 至少会 召开上学 一下各位一次的一个董事会 我们反对调涨学杂费 千万不要让学生成为高教危机的代罪羔羊 我们提出以下三个诉求 第一 立即撤回学费调涨案 并研议调降学费 减轻市新大学同学的就学负担 第二 调涨学费议题应该经过 民主公开透明的程序 全体师生 共同参与决策 第三 回应陆生高校住宿费的问题 是不是有转进 世纪大学董事会的口袋 的疑虑 并公告历年来董事会 相关预算的序幕资讯 只有教育公共化 才是 才是出路 才是我们所有人的出路 今天 我们非常愿意跟董事会 一起向教育部来争取 争取更多的教育经费 每一个学生 现在包括私校的学生 都已经负担太贵太贵的学费了 而且世新已经是数一数二 高昂的学费了 你居然还想要持续的调涨 而且在去年就已经动过 动过研修生的学费了 因为研修生是不需要经过 教育部的程序的 教育部的会计算 大学 学费